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介绍的是样本数的选择方法 这个题目是交大财经的一个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内容 他说假设你想要去估计 去算这个difference μ1-μ2 在这个两个 population mean 这是那个母体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差 那么我们希望找到什么呢 适当的一个数字 n1以及n2 那么他们给我们了一个条件 n1就是3n2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n1跟n2 已经有了线索了 现在他要我们算什么呢 这个μ1跟μ2的 这个双尾的95%的 confidence interval 他的信赖区间 of y1 他要我们告诉我们说 他的信赖区间 他希望是 就是1 而且他告诉我们 第一个母体的 这个变异数是6 第二个母体的变异数是8 那么要我们去找出 n1跟n2是多少 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两个是normal的 normal的话呢 我们综合起来 它也是normal 来我们了解一下 信赖区间的做法 这个信赖区间 这边的话呢 95%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z是负的1.96 这边是z是正的1.96 这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那么我们就直接把信赖区间 干脆就直接写出来好了 信赖区间 他就是x1 bar 减掉x2 bar 然后呢 左半边是减掉1.96 乘上综合的这个标准差 这个是什么 这是n1 这是sigma1的平方 加上n2 sigma2的平方 这是左半边 那么右半边呢 是x1 bar 减掉x2 bar 这个地方是加的 1.96 然后右边是一样 n1 这是sigma1的平方 n2 sigma2的平方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的信赖区间 问题是 他给我们的条件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说 这是左半边 这是右半边 宽度 他要刚好是几 1 宽度是1 代表什么呢 这是多少 这就是0.5 因为他是这个不重要 这不重要 是因为他是 一个是减 一个是加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就是多少 0.5 一个是减0.5 一个是加0.5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1.96 乘上 n1 n1 我们就干脆写 3n2好了 3n2 sigma1的平方 那是多少 6 n2 sigma2的平方是 8 要求是多少 0.5 这样子算 会比较快一点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1.96 移过来 然后我们要准备要 我们可以先合并 我们可以先合并一下 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2 所以这边并在一起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 算式 上面是10 下面是n2 可以等于多少呢 0.5 去除以1.96 现在来个两边平方好了 这1.96 这其实就是二分之一嘛 这边是二分之一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把它写成 乘2 所以这是3.92的平方 来 10 除以n2 是等于 0.5的话是二分之一 一过去 这边是 乘2 3.92 因为我们两边都要平方 所以n2是多少 n2 是等于3.92的平方 再乘上 10 来 计算机要按一下 3.92乘以3.92 所以是 153.664 这是 原来是15点多 那现在变成153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大约是多少 是 154 所以 n2已经知道是 154了 那n1是多少 n1是它的三倍 所以是 462 那么现在 题目要我们算什么 它要我们去寻找 适当的值 n1跟n2 我们就已经找到了 一个是 一个叫做 154 一个叫做 462